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 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去年10月的2.7%上调至2.9% 并大幅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5.2% 报告说中国经济今年预计将增长5.2% 高出此前预测值0.8个百分点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保持稳定 同时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 中国持续恢复和扩大消费 这是我们上调预期的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对世界贡献非常大 中国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 世界增速就会提高0.3个百分点